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度排行榜 这是一个AI驱动的新型媒体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网址是六度world 节目的内容是 024年 根据亨利护照指数排名的全球最强最顶级20个护照 总部位于伦敦的全球公民和居住咨询公司Henley与Partners 发布了2024年1月的Henley Passport Index Henley护照指数 该护照实例排名基于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T提供的准确旅行信息数据 该公司自2006年以来一直定期监测世界上适合旅行的护照 Henley护照指数比较了199个国家或地区的护照 进入227个旅游目的地的免签证情况 如果持该护照到目的地旅行无需签证 则可获得一分 包括在进入目的地时可以获得落地签证 Visa on arrival 访客许可 Visitors permit 或电子旅行授权 ETA 都可以获得一分 如果目的地需要事先签证 或者护照持有人必须在出发前需 获得政府批准的电子签证 Evisa 或落地签批准的情况 则会获得零分 每本护照的总分等于不需要事先办理签证 即可进入的免签证目的地总数量 日本和新加坡仍然名列前茅 可以免签证前往194个目的地旅游 今年法德一席四个欧洲国家升职并列第一位 美国护照可免签188个目的地 比去年增加两个目的地 中国护照可免签证前往85个目的地排在第62名 比去年增加5个目的地排名上升4位 明白了 让我们详细说明一下 2024年根据亨利护照指数排名的 全球最强顶级20个护照 排名第20的是文莱 作为位于东南亚的一个小国 文莱护照允许该国公民免签访问168个国家 排名第19的是中国香港和安道尔 这两个地区的护照持有者都可以免签访问171个国家 这意味着无论他们是在亚洲的国际大都市香港 还是在欧洲的小国安道尔 他们都可以享受到近乎全球的免签旅行体验 排名第18的是圣玛利诺 这个欧洲的微型国家的护照 使有者可以免签访问172个国家 排名第17的是巴西 巴西的护照允许无签证访问173个国家 阿根廷位列第16 阿根廷公民护照免签 可访问174个国家 位于第15位的是智利 其护照可以免签访问177个国家 排名第14的是摩纳哥 摩纳哥公民的护照免签可访问178个国家 罗马尼亚、克罗地亚和保加利亚并列第13 这三个国家的护照都允许其公民免签访问179个国家 马来西亚、列治敦士登和塞浦路斯在2024年的护照指数中并列第12 他们的公民护照都可以免签访问182个国家 阿联酋护照实力强大 位列第11 他的公民可以免签访问多达183个国家 冲入前十的国家包括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和拉脱维亚 排名第9 他们的公民可以免签访问186个国家 位于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并列第8 这两个国家的公民护照免签可访问187个国家 美国、加拿大和匈牙利均名列第7 这三个国家的护照可以免签访问188个国家 排名第6的是澳大利亚、捷克、新西兰和波兰 他们的公民护照可以免签访问189个国家 位于第5位的是希腊、马尔他和瑞士 持这些国家的护照可以免签访问190个国家 排名第4的是比利时、卢森堡、挪威、葡萄牙和英国 他们的公民可以免签访问191个国家 荷兰、爱尔兰、丹麦和奥地利并列第3 这些国家的公民护照免签可达192个国家 芬兰、韩国和瑞典的护照排名第2 允许其公民免签访问193个国家 在此排名中 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新加坡和西班牙并列第1 这些国家的护照可让其公民免签进入194个国家 以上是2024年亨利护照指数的前20名 这一指数体现了这些国家公民的旅行自由度 对这些名所列出的每一个国家 你需要更详细地介绍吗? 例如,排名第1的国家 请详细介绍第1至3名的情况 2024年亨利护照指数排名前3的国家包括 第一名,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新加坡和西班牙 共有6个国家并列第1名 这些国家的护照可以允许其公民免签进入194个国家 关于这些国家,有一些值得一提的点 法国,这个欧洲国家以其丰富的历史、艺术和美食文明世界 法国的首都巴黎被誉为光之城 著名的巴黎爱菲尔铁塔和卢浮宫是全球游客的热门目的地 德国,这个中欧国家以其强大的工业体系和世界级的科技创新而闻名 德国的首都柏林是一个艺术、音乐和夜生活的大熔炉 意大利,这个位于地中海中心的国家以其丰富的历史、美食和艺术文化而闻名 意大利首都罗马,是古罗马帝国的诞生地 有许多历史遗迹,如斗兽场和梵蒂冈 日本,这个东亚国家以其独特的文化、技术进步和精致的美食文明 日本的首都东京是一个繁忙的大都市 其中混合着传统和现代的元素 新加坡,这个位于东南亚的小国是一个全球科技和金融中心 新加坡以其绿色建筑、美食和严谨的社会治理而闻名 西班牙,这个位于欧洲西南的国家 以其丰富的文化、美食和激情肆意的社会气氛而被广大游客所喜爱 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和第二大城市巴塞罗那 各有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第二名,芬兰、韩国和瑞典 这三个国家的护照排名第二 允许其公民免签访问193个国家 其中,芬兰以其美丽的自然景观 均衡的社会福利和教育制度而闻名 韩国以其创新的科技 独特的流行文化和美食而被世界熟知 瑞典则因其开放和包容的社会环境 创新的环保理念和以人为本的设计 而受到全球的赞誉 第三名,奥地利、丹麦、荷兰和爱尔兰 这四个国家的护照位列第三 他们的公民可以免签访问192个国家 奥地利拥有深厚的音乐和艺术历史 丹麦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之一 以其可持续的生活方式而闻名 荷兰以其开放的社会和创新的水利工程著称 爱尔兰则是一片充满历史、神话和壮丽风景的土地 以上便是关于2024年亨利护照指数中排名前三名的国家的详细介绍 是否还需要了解其他内容呢? 2024年,亨利护照指数的排名展示了世界各国的旅行自由度 我希望通过这个排名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了解全球护照实力的视角 从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新加坡和西班牙并列第一 到芬兰、韩国和瑞典并列第二 再到奥地利、丹麦、荷兰和爱尔兰并列第三 这些国家的护照都享有很高的旅行自由度 不过,无论你的护照排名如何 我相信旅行的真正意义在于探索和体验不同的文化 旅行不仅可以让我们了解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和文化 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 那么,你对这些排名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是否有任何关于护照、旅行或任何其他话题的问题? 请在评论中与我分享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读世界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读AI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读世界网址是六读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